新冠病毒感染能不能导致肺结结 绝对能 而且主要导致的是膜不力结结和实性的结结 这官方文件已经出来了 这4月份的发表在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023年4月看 近日不少中国民众表示新冠后遗症很严重 也有医生表示 每次出门诊几乎必有新冠后遗症患者 半年了我们门诊上加近一半的病人 不是肺气毒就是肺结结 他们都是新冠之后确诊的 这是因为新冠把他们的废气伤了 新冠病毒虽然没有了 新冠好了 只是病毒被消灭掉了 但是很多人都有长期的咳嗽 气喘 乏力 头晕出汗 以及反复感冒的表现 近期 很多民众称 新冠后遗症还未治愈 三阳又开始了 其中不少患者透露 三阳的症状比二阳要重一些 还有很多民众表示 三阳与二阳的时间间隔在变短 很多人间隔不到两个月 甚至有民众称 时隔二十多天后 又三阳引发民众担忧 今天一个入院的病人 肺部明显的是新冠肺炎的表现 他感染的日期是在七月初 本来还算健康的肺 出现了明显的后遗症表现 新冠改变了很多人的健康 甚至改变了一辈子的命运 像这个病人 之前肺上面好好的 一阳没有问题 二阳出现了肺部炎症 如果治疗效果不佳的话 还有可能影响肺功能 以后新冠病毒的会越来越像流行性感冒 在人群中传播变得更加的随机 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被感染了 像我之前的一个邻居 长期不出门的最近也被感染了 7月27日大纪元报道 中国联通官网7月25日发布复告 中国联通前董事长 党委书记王金城 因病于2023年7月23日 在北京去世 在此之前 中国联通独立董事冯士动 中国联通集团前副总经理裴爱华 先后于今年3月和4月病故 死因不明 报道表示 中国联通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 江明恒操控的利益地盘 自2020年初以来 中国联通至少有7名高拐病故 其中6人为中共党员 两人年龄不到60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彦乔综合报道